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电灯还被发明 欧洲使用油灯照明 但即使这盏灯是一盏油灯 能燃烧上千年显然也不合理 但由于当时水平有限 专家并未对这盏灯进行深入研究 之后工业革命到来 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 专家们又再次对这盏灯进行了研究 但是现在的如此发达的科技也依然无法解释 电灯到底从何而来 它又是怎样保持千年薄灭的 对此大家什么想说的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